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立了一个组织在2013年是世界公民协会 中国香港 因为不是一个本地的组织 本身它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 即是设立一个香港的分支 一个香港的分支 其实这个组织是什么来的 这个组织已经是1975年已经在美国开始 他们主要是有几大目的的 一个就是和平 人权 还有做环保工作 当年我们的老总说想在香港开一个分支 其他的事情我不太懂得搞 我主要是搞跨性别的人权 你可不可以 都是属于我们的工作范围 它可以了 我就搞了 是 没错 因为你是本身国内人 更加拿捏到那些东西 我相信这个人权都很适合你 其实这个组织或者香港 或者你认识的有多少是跨性别人士和路人呢 香港也挺多的 我们就主要提供协助给他们 我们就有一个秘密的群组 所以他们可以通过一些人的介绍可以加入 是 挺好的 因为有个对方可以开解一下 其实由南变女多还是女变男多的数字 有没有一个统计或者掌握 在香港来说 南变女比女变男多一点 但也挺平均的 其实都是平均的 只是多出一点 比如说有没有数字显示 几多岁开始做变性手术多呢 又或者是年轻的时候 中年人士 有没有大约一个数字呢 因为那个时代的转变 如果近年很多都很年轻 就已经知道自己的状况 就会比较早就开始看医生 在我们的年代就会比较迟 会收起来一点 现在就会开放一点 现在很小 但香港就要18岁才开始做评估 如果少于18岁就要看儿童心理科 但他们就不是一个正式的评估力 但都可以去看的 明白 因为现在这几年当然社会开放了 包括我们从一些电影 或者戏剧里面 也都认识了很多跨性别人士 例如去年的丹麥女孩 接下来还有份各族最佳编剧 如果没有记错 香港电影金像奖里面的翠詩 当然也有各族南配角 有了这些电影上演 其实你们对外界认识你们也会好一点 他们会认识多了 但这一类片 主要是由不是跨性别人士去处理 明白 如果是对我们内心描述 其实那几部片我也有看过 不是很到位 不是很到位 我听过你也接受其他传媒访问 也有说过 电影那里很多都很完美结局 又或者什么事实和事与愿违 有一些 很多时的编剧都是希望有良好的意愿 就算我们最近自己也拍了一部 是的 都上映过 其实我们也有搞一些演后座谈会 都有观众问为什么不是一个完美结局 其实也有几多观众 都觉得一个完美结局 他们会开心一点 会开心一点 是的 Mimi提及的是一部电影 就是女人就是女人 而是由你监制的 是的 我就想问一下 咦 为什么会监制一部电影这么厉害 有什么途径 为什么找到你呢 其实就是因为事源都是三年前 我找了一些赞助去拍一些短片的 是 凭机会赞助的 那时候就是要拍一些关于跨性别人士的短片 那钱又不是很多 所以我就要四周去找一些愿意 就是差不多是好像义工那样 帮我做的 最后都是找了一些学生 那我们是总共拍了二十条短片 那一拍下去都觉得 其实我现在拍来拍去都有一些愿意走出来 说话的人 其实有更多的故事 就是那些人发生了那些故事 那些人也不愿意亲自出来讲述他的故事 那些故事就没人知道 那些是更加隐蔽 更加应该告诉别人的故事 其实就唯有 如果真的想令到人了解多些跨性别人士 我们应该是可能要想想 找人来拍一部剧情片 会更加全面一些 可以让人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跨性别人士 就是这样就诞生这部电影 所以我们就由那几个当时的学生 有一笔削叶 然后又去找其他人去合作一下 整部电影拍了多久? 电影不是拍了很久 因为我们的钱太少 但是筹备功夫用了几长 头头尾尾都用了两年半 用了两年半的时间 但是真的拍摄只拍了11天 是 刚才我说成本的问题多贵 都是租机各样的? 租机是很贵的 很贵的 因为你多拍一天就租多一天的机 不止是摄影机 一些灯 都是照计的 那些机这么贵 又买保险 保险都很贵的 全部都是钱 全部都是钱 刚才你提及到 筹备的时候都要两年多 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呢? 因为之前你提过 我已经有拍短片经验 可能认识身边一班跨性别的同路人 为什么还要这么长时间去搜寻資料? 我们用了很多时间去试剧本 剧本用了一年的时间 剧本用了一年? 一年的时间 其实是十几稿 我们都很用心 将我们每一个对白都去推敲 所以真的 跟编剧 每一句都要很全面去表现到 真实的心理状态 当然我不会捉住那支筆 用手来写 那样子不是那么好 对 那又要它改 改完 改完我又再看又再给意见 其实这样下来会会 就搞成 所以就几长时间 那当然之前 我要给他们了解 那个花姓别人士的心态 亦都介绍了十几个人 就给他们去 聊天 聊天 见面 从这个 这样的 见面 会面 去等他们 从不同的角度 去了解 跨性别人士的心态 这样帮到他们很多 因为 有时候写一些对白 如果你不是 有他们的心态去写的话 你写不出 是 没错 绝对很难 你叫我写其他 可能你叫我 編剧 写一个大律师的故事 哇 我不是做这样 根本没办法 没错 所以你要通过 你未必是写一个故事 但你通过和他们聊天 就会多方面 多角度 去了解他们想法的方式 这样会帮助到他们写的故事 都不同一点 是的 刚才你说这部电影《女人就是女人》 其实在2018年年底 都曾经释放过 但未来四月底 在某些地方都有上演 其实在2019年 我们都上演过几次 四月底 就会再新一轮的上演 再新一轮 好 说回来 其实许安华 几年前都拍过一部电影 是一个短片 是不是 实验电影 男主角是吴振宇 好像说 藍本也是医术回来的故事 是不是 有九成 有九成 因为他最后的结尾不一样 是的 又是这样 他要把它变成一个happy ending 没错 我听到你说 都不是那么开心 Mimi 有时有些 大家明白 良好意愿 良好意愿 很多做这一行的人 都希望有个良好意愿 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没错 希望观众看得开心 但是事实里面 很多 又不是真的这样 但事实上 真的不是这样 听到法媒更加深谱 今时今日 宽性别人士 都遇到相当多的问题 虽然社会接受程度是高了 但是你说去到的地步 他们是完全被人接纳 还是一条很长的路 是 没错 除了克服自己的心态 还要看周边有些眼光 各样 你可以看一下政府 早两年推出过一个所谓性别承认的咨询 其实反对声音是很高的 好像我们这样做完手术 其实我们法律上性别仍然是男性 都是男性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做很多事情 其实是犯法 包括去进厕所 明白明白 因为香港的条例 都是男人入男次 女人入女次 如果你法律上性别仍然是男性 其实我不应该入女次 但是实质上就是 如果你不去一个女性的洗手间 其实你是会被男人踢出来 没错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为何到今时今日 那些人仍然认为 我们不应该作为一个女性的看待 所以是不肯接受我们 或者给我们一个法律的女性身份 是的 其实你所提及 换句话说 我就算做完一个变性手术 身份证上面都是显示一个 身份证就改大 政府就很明显 就算有一个咨询文件 都写了是为了方便你日常的生活 所以就改你的身份证 但是改了之后 就不等于 看到你身份证的人 是会接纳你的身份证上面的性别 嗯 明白 所以为什么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 是 都几年前有一个W的案件 是的 知道 其实他的身份证都改了 哦 OK 那他想结婚呢 都说他是两个男人结婚 哦 所以结婚 身份证改了 就不等于他的法律性别是改了 哦 明白 其实后来W都打赢了 是 打赢了就等于 在结婚呢 这个层面呢 就可以当是一个女性 可不等于 但是其他层面呢 现在因为没有法庭的判例呢 其实你仍然是一个男性 哦 所以这个很怪的情况 就是在一个场合结婚呢 你可以以女性身份结婚 在其他场合 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法律承认 你的身份呢 你的法律身份仍然是男性 嗯 嗯 原来是这样的 对了 这方面政府真的要多些功夫 经常觉得政府都避忌这件事 就是有太多人反对 其实我都 现在通常反对的声音 就算做了什么手术都好 你那个染色体都是XY 嗯 你身上也都不懂分泌 那个女性荷尔蒙 都不是女人而已 又没有子宫又没有生育能力 那你怎么算是女人 其实那些反对声音 就经常说来说去就是说 你都不是女人 所以为什么我套戏的名字 你叫女人就是女人 我不是一个假女人 总之我说女人就是女人 嗯 跨性别的女人都是女人 一句说完很简单地说 女人就是女人 嗯 很清楚表释到 不再分级 是的 没有说真没有说假 总之女人就是女人 嗯 不需要再兜兜转转什么 是的 没错 那这个就是我们想传递的信息 是 很清晰给大家听 其实刚才说回关于职业做工作 好了 做了变性手术 身份证就写回女性 当然了 只可以局限身份证 很多东西都是法律问题 出去工作做事 会是比较方便了 是不是 都有遇到很多困难 有的 因为我其实 为什么2010年做手术 到2013年才开始搞协会呢 其实中间的时段 我找东西做是找不到的 哦 所以变成了 不如 与其浪费时间去继续找东西做 不如我搞个会去帮助同路人 嗯 找东西做找不到 遇到什么困难 其实他不会告诉你 只要他不请你 就不请你 即是看到身份证 跟你谈谈 等消息吧 其实他会知道 因为我有些以前的历历 以前公司写的那些推荐信 那名字也是你的旧名字 一看 你不需要说他都会知道 是 只是看最初 Mr.Mmm是什么 是的 没错 做过什么崗位 做过什么崗位 就算他后面写到你 天花龙凤 你做得很好 一看就知道 你曾经做过这个变成 他不会告诉你 他因为这样的原因 不请你 因为如果这样说 他可能有其他的 是的 他不会的 法律的问题跟着 都明白 心态也是很惨 经济上 到时都很彷徨 是的 所以既然都没有机会 找到东西做 不如去加一下 一些这样的东西 组织 各样 可以帮一下人也好 是 以及自己各样 心路历程 都会更加放松一点 起码自己也有些寄宝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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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做 是的 好了 回想回 之前 会不会觉得 前半生 自己还是男医生 好像做不回自己 也辜负太太 很不开心 是现在这几年不正式 做了变性手术 各样 才做回自己 我 是觉得 自从做了变性手术 我个人是开朗了很多 开朗了很多 你可以看到 我以前 如果你有看过 许安华那部片 是 做我太太的人 在公众上很开心 其实 吴振宇也是坐在那里 傻居居 周围看 那就是我的 真是自己的男本 真是我的写照 去到一个 社交场合 我就是 很呆地在发呆 但 起码我现在 就 不会是这样 是 不会坐在那里发呆 又不说话 又 估计 拋筛 如果是 那时 又认识我 到现在 你可以看到 是 没错 简短 和你这个访问 都听到 之前 说过往 你都未投心所 有点赵 好了 下半部分 和你讲话 心情都开怀些 各人都轻松 起码你释放自己 做回自己的本性 即以自己的本性 去面对外面的人 知道 譬如有没有说话 可以和一些 跨性别人 和路人说 鼓励说话 或者希望 我们社会 香港市民 如何更加认识你们 了解你们 我觉得 我们跨性别人士 其实都是一个普通人 是 如果你不用一个特别的 有色眼镜 去看我们 其实 如果 我不出声 你们到底知道 我是一个 跨性别女性呢 同时 那套片 除了一个主角 其中一个主角 有两个主角 是真正正正一个 跨性别女性之外 其实那套片 都有十几个 我是跨性别人士 但我 就不会 就是说给 小人知道 哪个是哪个不是 那你们有分不分得出呢 是 那 女人就是女人 男人就是男人 所以希望大家 不要再当我们 有些什么 是另类的人种 而对我们 是 另眼相看 另眼相看 到个地步 是当我们 是一个外星人 而永远 用一个特别的方法 来处理我们 我们不是人妖 而是一个普通人 是的 很清晰 听了这些话 都很感触 希望多多社会 外界人士 接纳 根本其实都 不应该这么接纳 根本是一个平常人 还有平常人 你当我们平常人 你不是要求 有什么特别的优待 无需要 你当一个普通女人 当一个夸仔 一个普通男人 这样就可以了 是 我们没有要求 一些特别的对待 好 多谢Mimi 接受我们的访问 是 希望你的心路历程 各样都开心心 更加帮助 一些有需要的同路人 大家记得 这部电影 女人就是女人 多谢你 Mimi 多谢你 再见 多谢你